5秒了 Testing 有9人在看 我們先坐下 Live chat 很久沒有和大家見面了 Enable 有48個人看的 Youtube 是不是真的 這些是余剿包吻的觀眾 薑絲粉 有一點現場 Youtube也很少人看 12個 哈 無所謂的 無所謂的 嘩 Mickel是彈出來的 是 有些事 是 這是什麼 這就是 如何Youtube 這樣就不可以了 拿著電話 拿電話 我們有些技術上的問題 是 累積客人 先幫我們share這段影片出去 給你們 查一張頻道 不是查一張頻道的朋友 正在看這個直播 P-O-F-I-N-E 你們先看看吧 好 有沒有見過 溫總和韜韜 都不可以說的 是射體 尷尬一點 沒有問題 有問題 給我們一些 來看吧 我們在吵人數 給你一點時間 不要 不要理他出去 打電話 不要理他 有不應該看的東西 在Youtube上 是嗎 黃標的東西 很多 太高了 可不可以 不要 按摩 這個 他不出去了 有什麼人 有什麼人 假的 是 已經 出去了 Youtube Youtube 有這段影片 你們可以去 訂閱他 看看他的影片 阿媽 支持一下你們 我會拍不到我 就拍到他的影片 哇 沒問題 這是什麼 關我自己 哇 會不會有 要抖雞 這麼久 是 不止十多秒 舉一手很久 又是有5A 那待會 期限了幾十秒 對 我們待會看到 他的手其實 已經舉好很久 那 OK 那你 開始了嗎 還有多久 現在 有多少人聽 沒有問題嗎 沒有人在 Live裡面 沒有問題嗎 都試試看 試試看 試試看 走很多 我不看 這麼快 可以 看看 聽不聽到我們 說話 Hi Youtube的人 聽不聽到我們 說話 IG的人 聽不聽到我們 說話 聽到流連刀 一至一 對 聽不到的 就打聽不到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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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比較小聲 比較小聲 是 嘩 你看到我 嘩 嘩 怎麼用 有聲 有聲 但是 會不會太小聲 iG Youtube會不會太大聲 對 現在畫面沒有問題 他們可以說話 沒有 噢 我家的 那個是 我看到 聽不到 聽不到 不用打的 是 好 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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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們只要看一看 看看 這裡是怎樣 大聲一點 好一點 你教大聲一點 聽到會不會 哈哈 哈哈 好 什麼時間 喂 尊重觀眾 哈哈 因為我們距離比較遠 就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再教大聲 好了 讓我們看看 一點點問題 近來 都近來沒有準備過 必了 OK 必了 我們 好 好 很大聲 OK 小聲 那些 你們自己的問題 就更大聲一點了 小人的地方看這部影片 大耳機 開喇叭 好像 也有很多 嗨 飛鶴山冠軍 誰是飛鶴山冠軍 飛鶴山冠軍 不在這裡 他 在這裡 他在梅 在這裡 他 不想出鏡 飛鶴山冠軍 不想出鏡 已經十分鐘了 我們差不多開始了 哦 他會延遲一點 就算 IG也延遲一點 好像 Youtube 會延遲一點 再慢一點 但其實是同步的 不用轉到大一個平台 OK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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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有趣 那我們 不看現在的直播 我們先看一些問題 這個直播 主要是講 這個 2022年的香港公路錶賽 ITT 和 Roll Race 都是 我們團隊 Dark Car Cycling 是 獲得 比較 優秀 優秀的成績 那 因為很多人都問 譬如 Daryl 有問我們 需不需要 拍片去講一下 我們有什麼戰術 怎麼準備 在比賽裏面 有什麼 臨時要應對的情況 令到我們的成績 好與壞 那 所以就因為 那 首先 都一段時間沒有拍片 所以我沒有時間去準備 在錦標賽期間 拍一些前後的Vlog onboard cam也沒有裝 所以 現在一段直播 解決所有大家的疑問和問題 所以有什麼想問 想知道 想了解 Dark Art的近況 可以直接 現在 在留言 打出來 最好 最好就在YouTube的 commentary box 打出來 我第一次用YouTube live的功能 好了 那我們 先回答一些問題 看到一堆問題 主要 分兩類 就是 比賽裏面 怎樣去分析場比賽裏面的東西 以及一些關於Dark Art的背景 譬如 為什麼要成立Dark Art 為什麼 怎樣去加入Dark Art 入隊 或者一起訓練 等等的問題 是的 我們又多一個現場觀眾進入這個直播間 喂 問題 好 是的 Dark Art成立的背景 就是 一班在香港踩單車的人 想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都賺獎金 嘗試成為職業車手 嘗試靠踩單車來養活自己 還不做到職業車手之類的幾個人 那大家 醫塑臨場的有邱展昇 盧俊傑 早期一些的可能會有大健 還會有變身中 各種原因 他們也都已經 出來了這個單車的圈子 或者是他們已經在單車的圈子上 以另一個團隊 或者方式去存在住 譬如廣國的邱展昇 他已經去了移民的生活 在加拿大 是的 Dark Cycling 其實當時目標非常明確 香港以外的賽場 所以Dark Cycling 在早幾年是完全沒有參與過香港本地的賽場 主要都是我們幾個人不斷地在外地比賽 嘗試去賺錢 嘗試去贏比賽 那是一樣的 拿到獎金 特別需要有名次 所以我們爭取成績的同時 都是爭取這個收入的 一邊這樣走下來 我們一邊都是 嘗試以全職車手的方式去訓練 所以每個星期 就大約15到20個小時或以上的訓練時數 跟著全部都是一些 Polarized的貨標 那就少一些交遊類 或者是滾車 或者是鬆腳 或者是騰水團 這一種 這一種休閒一點點的活動 那幾年間 其實我們都已經成為本地的一個訓練的標竿 大部分就算不是想做到 就像我們全職訓練那樣 或者不是想成為職業車手的素人車手 或者叫一些業餘單車手 其實都會盡可能地 將自己的訓練時數和強度去提高 去大近追趕我們之前曾經 拿過的一些成就 獎項 或者嘗試去超越我們 Dart Cycling一直都很 proud 我們做了一個叫做先鋒 引導到大家在比賽的圈裡 不斷都向上進步的這種風氣 我們是非常之喜歡的 這個就是Dart Cycling的背景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話 就要另外拍一條片 我們其實有條片是講了更加多的 不過這條片現在就在法國 我們等三個月後 我們再看看那條片 有沒有大家需要的資料 那 是的 現在我們去回錦標賽 錦標賽 大家想知道這個公開組多些 還是想知道U23多些 分別就在於 公開組我們盡全力地獲得第三名 而U23 他 都是盡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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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獲得香港冠軍的 第一名第二名 大家想知道哪些人多些 先留言說了 我們有大約20秒左右的延遲 又來等一等 是的 我們在這個時候 搞一些機械上的留言 看看有什麼 留言都錯了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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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這樣的答不出來了 好 我們在這裏看了 好美 韜韜 好觀眾分享心路歷程 你想 什麼心路歷程 我不想告訴你 都有人說 U23 就是 U23多 有兩個人 想看U23 現在 U23 韜韜 還點名 挺好的 我告訴你 立刻怎麼說 整個賽場 都在這裏 好了 剛剛進來的人 可以看到了 電視現在播放 是 P-O-H-I-N-S 寶軒 S YouTube 的on board 沒有平術的 只是 一個on board 去記錄下U23 比賽的過程 那 是的 就是 韜韜贏了的 那一場比賽 我們 在很短暫的時間內 韜韜就會 講解一下 分享一下 他究竟是 怎樣 努力 勢而不捨 不斷嘗試 去盡全力 拿到那個 U23的 香港冠軍 是 我們的領隊 就想問一下 韜韜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感情狀況 這個 可能韜韜 知底下 會解答給你 你自己 P-M-P-M去 我們暫時還未知 他的性取向 那 這樣呢 所以就 先講一下 U23 U23的 Champion 他本身有什麼 戰術 對 就這樣看見你的群組 好像 挺和諧 是的 成人比賽 其實頭 四圈五圈 都是這個狀態 總之 我們就 自己得握 就會自己上去戴車 就好像現在 是我戴著車 現在是 然後第二輛 都是我們的 第四輛 第五輛 都是我們的 然後 應該 我們一次 這次出了幾個 七個 七個 應該是 七個隊員 一起在U23 比賽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 現在就是 換回來了 到底頭半段 都是保持這個賽程 睡到中間 我們就比賽 中途 就發覺 前面那四輛 走的 最快的幾個 總之就是 Lim 然後我 然後 成熙 然後 Michael Chan 就是 踩Giant 很高的 應該會在一個 Camp裡面出現 剛好 在這個群組的 U-turn位 就是 這個方向 去到U-turn 那天出來 就會有 展現了 怎樣 有一個快的 但是 賽程中 其實都好像 剛剛突然拍到 那一下 其實都是和你 旁邊的兩位選手 聊天 聊天 其實 維調比賽 中間就是發生 類似這些 突然 加速 加減速 對我來說 其實 辛苦 辛苦 但是 想清楚 是不是一定要出盡全力 你就 你就 有辦法去選擇 就是 你知道 你的隊友在前面 然後 你又在後面 其實 這個群組可能 對你一時三刻 來說 沒有太大的威脅 就不用太緊張 就是 不用一定 100% 就全力以負 馬上追回 上群組的 因為它是一個 120K的比賽 這條片才行了17分鐘 所以 這場比賽 我完成 就是 13個出入 08分 那就 應該是 現在應該是 真的 頭半月 所以 就 8-2K是不用太緊張的 我們 飛多一點 總之 這個全程其實就是 一個 群組去 踩 TEMPO的狀態 的群組 那就沒有什麼 特別快 我們去到 中後段 好像40 這個群組在 有女生加入之後 就是追到 女子的 起賽團隊後 他們就 一起踩了 來 來 提前一點 聊一下 故事 大家可以 這裡 這裡 就是這個狀況 就是 有女子組的 開始加入 開始在群組裡面 那 情況就更加混亂 因為 我是 這一刻 有一刻 我是U23群組的 最後一個車手 至於整個群組的 最後一位車手 我發覺 前後左右 全部都是女子 一下 我就發覺 競爭的選手 其實在我前面很多 然後 我就自己 不知道 在橋的右邊 踩上去 踩快了幾腳 踩上去 就是 確保自己 競賽的 拳隊裡面 就是 例如 你確保 先適合對手 然後 之後 就是 隨著 腰湯 這一圈 都正常是和諧的 因為每一次 在這裡的起動 就是一個快 的起動 但是你還是不用緊張的 因為每次 U23群組 你沒有辦法確保 他們在上斜的時候 你對手擺脫到 很辛苦 所以應該不會有人 立即在上斜 這個位置 踩到很快 所以你保持正常的 Warsel 這樣跟上 這個群組 那 例如 這一刻 發現 我發現 Lim在我旁邊 然後 左右 都是隊友 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 走前一點 因為 你可以帶他們 一起去 群組的前面 或者 發動其他 攻擊 看看一群人 怎樣 行動 我們再 多點 這裡就是 飛水區 飛水區 是正常的 但是 賽事的途中 是沒有什麼 大多數的 有經驗 飛過水的 所以 在飛水區 是很危險的 總之你會 一地都是水樽 你猜不到 總之是 一群人 就是 三、四隊 周地 就可能 七至八個水樽 所以 小心點 下年 小心點自己 擊散 為什麼才可以 好像你這麼帥 這個我不要追捧 帥帥是天生的 我不整容 也沒有錢整容 帥帥是 這些 但是 很多人認同 等到我一會兒 我就 再次告訴你 我們是哪個位置 應該認同 剛剛 就是這個位 應該是這個位 我們發覺 總之我們 踩到快 多幾個 就已經在 龍頭那個位 發覺 帶了一下車之後 發覺 看一看後 後面 跟著那個 都是我們的人 最初五輛車 基本上是我們的人 我們可以不用緊張 那一刻 接著就發覺 一 一 這個群 好像過彎的速度很慢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這個群 可能 內武比賽 大家的技術 總之 爛和車與車之間 空間大 然後 這個位置 U-turn特別慢 然後 這個位置 起步 然後發覺 全部人都是我們的 頭位 然後我們踩一隻很快 踩一隻很快 可能大概 換了四五次位 三四次位 在前面 然後 發覺 後面的SUPER NOVA 都完全可以和我們 一起加入這個 快速換位 的陣容裡面 SUPER NOVA 是 沒錯 沒錯 但是 給大家看到 這個版面 就應該是 比賽中間的分裂 情況 我記得 這個是 三個 不是 四個我們的隊友 然後 三個SUPER NOVA 應該是沒有錯的 然後 兩個 OXA 然後一個 應該沒有了 因為我最後一兩個 不記得了 有個觀眾問 韜韜呢 為什麼韜韜這麼聰明 不用緊張 聰明這些 自然是天生的 帶不到給你們 智慧這些東西 很難控制 現在已經踩到了 完了 這個比賽 是啊 比賽就是 這一下就令到 總之 Peleton就開始分裂了 總之 前面就有一大group 的斜隊 總之 基本上 然後呢 走出去 就發覺 可能你見到這裡 是我們的隊友 左邊剛剛 然後 這個右邊 也是我們的隊友 在比賽途中 你就要選擇 其實你沒有辦法 選擇所有的隊友 在群組的前面 所以你只可以選擇 剛好那個時候 有哪些隊友 在你所有 然後你確保 計算合你的隊友 是否一齊 可以在群組前面 做到事 那 Toto 當你這個 有競賽能力的 圈子 那個組別 分裂了出去 那你有沒有想過 是和你的隊友 內鬥的呢 其實沒有的 因為 怎樣都好 因為我好像 在群組裡面 反而是可以控制到 指揮一下 隊友做些什麼 例如可以叫阿Lim 阿Lim在這個比賽途中 已經鬥了可能 三四圈 那我好不幸 就被人追回來 那我可以選擇 給一些隊友 不同方式 去贏的比賽 那內鬥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只有手指向外 才有作用的 因為 就算內鬥 我們就是一打一打一打 一打 不知打幾多個 那是沒有意義的 那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們一定要拿到冠軍 所以 計劃上 原本是 可能 趙張平平常比賽 我就想 兩個人一起走 那 發覺去到比賽的中段 我就發覺 就算我和哪一個兩個人 一起走 是一定會被人 操作了 直至一下 我看到阿Lim 一個人踩了走 在群組的前面 踩了可能 五個車位 都沒有人理他 然後 那個人 都是看著我 看著我 看著我 然後只是踩了五十球 那 那 我最期待的就是 發覺 原來大家都是 一下子看著我 那我就沒有緊張過 那 最後就被阿Lim 走了四圈 之後就被人捉回了 那 於是自己又是 組合起來 踩了可能 踩了最後兩圈 三圈 兩圈三圈 那時候大概 還有一隻 快速的 門位 又是 一齊的快速 然後 組合起來 我只餘下三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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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組的 最前的群組 有 成希 在群組 然後 Michael Chan 在群組 加上我 其實這個陣容下 對比在其他 對手 這個陣容是比較 誇張一點 因為 群組只有七個人 而七個人的群組 所以 贏面 是很大的 然後 於是自己 踩到最後一圈 我就發覺 如果繼續這樣 去到 終點 我們勝率 好像越來越低 那我就發覺 如果我怎樣踩都好 如果大家都是 記住我 我一下 想問了隊友 Michael Chan 他想選擇什麼 行動方式 例如 他 最後一圈 半圈 才攻擊 但我發覺 那天 可能未必 跟大家 合作 所以 我選擇了 我在左邊 的路肩 攻擊 然後 就在那一刻 攻擊 然後 就發覺 大家 沒有目標 或者沒有看我 我 才離開 於是自己 就直接 在最後 1K 2K 差不多 距離 走了回到終點 之後 Michael Chan 就應該過多了一陣 他又攻擊了一次 然後 以實力去證明自己 然後 他就是一個人 單飛了 在群組的 脫圍 那 就贏了第二名 魚二三 就 給你們 壟斷性 這樣 踩走了 第一和第二名 就是 基本上 都可以這樣說 但是 原本我們 就聽起來 假設我們贏了 一、二名 我們想 可以拿到 更多的獎項 那就 又詢問了 承熙 他在比賽途中 問了他 他的腳的狀態 他感受如何 但是 發覺可能我的 指揮 或者 指示 不夠清明 我就 叫了他休息 我拍了他的肩膀 拍了他的背部 兩下 我叫了他休息 但我發現他好像 下了他 休息了 休息了 一、兩秒之後 又繼續上來帶車 那就 很不幸 如此 可能拍了兩、三次 他發現他好像沒有反應 他到最後就跟我說 我好像 已經 完全沒有辦法 出到平時的努力 或者已經很累了 那我就知道 可能這個 他就不會變成 奪貫的目標了 那 我寄託就放了我兩個人 那 如果你不了解你的隊友 或者指示 不清晰 或者 合作沒有去到 合作無間那一下的地步 所以 就 要開始想想 在你自身上 想想 有什麼機會 奪貫的方法 那 U23團隊呢 在賽前 我知道還有一個 主要的戰術 就是我們一個 爆炸力非常之強行的領隊 大家都有問到這個領隊的下落 就是粉紅色的TCR 是的 人緣 在圈中非常之好 非常之人見人愛的阿林 本身 U23比賽的戰術 其實是 最終關鍵時刻 他是在一些斜路 就是最終轉彎之後上橋 或者是橋底出來的斜路 他做一個全速的特衛 但是他在比賽中好像出現了一些問題 而導致戰術是最終沒有被執行的 是的 很不幸 大概應該是40公里 40公里 他突然間在我群組中間 突然間跟我說 我好像抽筋 那 我當刻他就再問我 我可以做些什麼 那我就指示了他 他就去了 叫他龍尾休息 然後可能重腳 或者放鬆到自己的肌肉 很不幸 再在下一輪的篩選下 他都被人篩選了下來 而我們的隊友誠希都很盡力 想執行到這個計劃 想拯救他 但是我可惜他 可能賽前 或者第一次比賽 比賽120公里 或者當日的天氣影響 所以他抽筋 選擇了休息 或者放棄了 好 好 那 大家 對於這個賽果 經過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想問 呃 碎氣 帥仔 聰明的黃教練 是啊 那 等問題之前 不如說一下 黃教練 有什麼得獎的感受 畢竟他都在六頸 一個IPT第二 和這個 Roll Race的Champions 那有什麼感受呢 那在六頸那場 我就偏向感受多些 因為就是 我的號碼 406 他已經的財盤 有406 30秒 之後呢 我還在扭動那些 Space Bar 是不是叫TT Bar 那些 那些 Rest Bar 那些 那些Rest Bar 總之我就在扭動那些 防斜在那裡這樣動 雙手這樣扭動 但是那個裁判已經叫了30秒 所以呢 這個是比較深刻的 因為通常我們在ITD賽事 通常都是出現錯誤的問題 時間 時間管理不好 單車又 沒有過到路車 通常都是這些問題的 那這些 那這些 ITT或者一些 規範比賽 就是UCI Rules的一些比賽 大家自己多注重多些 早些少去過一次bike check 找些熟或者不熟 有善些的裁判去驗一次車先 問一下他你身上的所有東西 你是不是合乎比賽規格 才去落場比賽 那就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那做這件事就當然要早些去到賽場 那一天其實我們都已經提早去到賽場了 那我們的單車也都根據 我們以為的規例去設定了 但是 在香港單車總會那一邊 可能規例的update沒有那麼快 所以他們當日還是沿用了一套舊的規矩 差了幾cm的距離 所以就導致我們驗車的時候 出現了一些叫做dramas 可行的就是 強大的support團隊阿溫總 那一天溫總沒有參賽 他就做了我們的領隊 support dramas 那在驗車柱裡 就發揮了極大的功用 令到規格不對 或者還未可以準時 照舊得到單車的隊員 可以適時上得到出發台去完成到的比賽 所以ITT的U23 第一名第二名都是我們車隊 又是Michael Chan和Toto這一隊組合 其實幕後的工作人員 事前度駕車的準備 和臨場執生的技巧 都歸功不少 沒有人 即是多點溫總 沒有他就沒有第二名 那是不是明白了U23的比賽 沒有反應 大家都好像純粹是對 黃教練的個人傾務比較多 其實Youtube也有條問題 都問了很久 因為黃教練正在解釋 阿師傅也不太方便 插多他說 有人問 假如在比賽中 哮喘發作 之後是吃藥 那還要不應該踩單 踩這個比賽呢 這個問題是Jimmy Tang Jimmy Tang 不是Jimmy Tang 提出的 那先解答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我個人覺得 因為個人健康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突發治病痛 身體不舒服呢 我都覺得應該是停下休息的 即使比賽都沒有理由 賭了一條命 而贏了一個獎 都不是很值得的 沒錯 其實高路單車 現在我們的操練 已經非常系統化了 邦奸 網上 各大不同的車隊 車會 甚至數人都好 其實就這樣問一下朋友 或者打開Swift 都有很多不同的program 可以做去令到你去到一個比賽的強度 其實應該在平時的訓練裏面 應該已經知道有機會 或者已經嘗試過 在練練下的途中可能有身體狀況 包括這一些 可能敲喘 可能心律不正等等的問題 可能出現過的 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平時遇到過的 那就最好了 因為你知道怎樣應對 就是 假設你當時 敲喘發作 你還集中得到的 你即時吃了藥 還可以處理得到的 放鬆了之後 是有能力繼續完成比賽的 當然是繼續去 完成對自己的挑戰 但是極度不建議的就是 硬來 因為 無論你有沒有身體狀況都好 很多人可能心跳比較高 可能他們一百九十幾二百 或者二百幾座以上的情況 他們已經很難去集中去控制到 單車 很難去控制得到 在車群裏面 跟其他車手的互動 這個互動包括距離 煞車 跟它有沒有觸碰接觸 等等這些 其實你當下的身體狀況 都是非常之關鍵的 去令到你可不可以安全地完成 或者是脫離到這個比賽的狀態 希望解答到Jimmy的問題 我們又解答一下Instagram的問題 有人問過 比賽途中 應該怎樣補給 賽前吃些什麼 等等的 那 我呢 比較上 早上會吃個早餐 一個平常吃開的早餐 例如一個包 然後喝杯咖啡 那 中間呢 可能會吃些拌包 或者拌醬 大約半個小時至九個月 會吃一包 還有 喝多一點水 那 保持住人的狀態 舒服 那 比賽就 既然會 有更好的圖織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就是我 在比賽前 公式霸的 比賽前三小時 吃一個一百克以上 碳水泡合物的 正餐 那 七點 或者六點多開賽的比賽 就難一點 那 其實大家平時都應該是有 一樣 早上訓練 早上訓練前要吃些什麼 訓練裡面踩到比賽的強度 那其實你應該是一個公式霸 這樣去準備一個比賽 早上要吃些什麼的 那 以前 沒有那麼有系統的時候 或者沒有那麼多選擇的時候 就很簡單的 譬如六點開賽的 可能有YTT TTT 或者大部分的比賽 其實都是六點到七點開賽的 那 整隊車隊都會在最近的麥當勞 買一份正常的包的餐 因為你坐車去的 那你如果買早晨全餐就難搞些 那 吃完之後包一個幾杯咖啡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最穩定 或者最簡單的go to的餐單 那 但這個就不是一個運動員應該吃的餐單 那這個只不過是沒有選擇 想不到吃些什麼 或者你沒有過這樣的菜前吃東西的經驗 那這個是你叫做折衷的辦法 就是叫做去排皮 查幾也好 MG也好 買一份早餐快點吃掉去 那 那現在就簡單些的 因為大運的訓練 其實我們現在每一早都是吃一模一樣的東西 譬如牛奶麥皮 可能加多些不同的組合 你知道買卡洛B也好 減肥那些 不知什麼 Special K 那很多人有不同的 美麗可可粉 可可脆片 一顆顆星的 不知什麼 那其實你喜歡吃些什麼 加下去 只要你身體適應得到 踩在車的時候 沒有場外不適 還有最重要就是 你吃完這個早餐 在做訓練的時候 可以做得完你訓練的內容 那這個訓練的內容 其實就是相對上你比賽需要做的一些強暴的法力 那 是的 如是者 其實你試驗之後 每一招應該是很有效率地 很簡單地 就可以準備到一個早餐 那 我們現在的習慣 就是比賽前最少兩個半小時 就是開始踩單車之前的兩個小時至兩個半小時 教一個鬧鐘起床去吃東西 那吃完東西 就是有最少十五至三十分鐘 讓自己坐下來消化好 然後喝杯咖啡 然後才開始換衣服 去比賽等等 那所以 所以 比賽前 應該要吃什麼 吃什麼早餐 這些 那其實是 平時訓練的一部分 那所以當你 擺到進去自己的日常生活裡 那其實比賽和不比賽就沒有太大分別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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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類似的問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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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造成有機會炒車 就是令炒車這個機會率高的一個因素 但是其實一條這樣的賽道 什麼叫這樣的賽道呢 十八個圈、十七個圈也好 三個圈也好、七個圈也好 一條是你要在上面繞圈的賽道 其實賽道的情況 你是可以很多次不斷地去重複去到所有的位置 你應該是很了解這個地方的 其實水壞流水只不過是告訴你 條路在那個位置有濕 理論上你應該在踏單車的時候 條路濕你是對單車有一定的認知 究竟這單車的極限大約去到哪裡 會不會不要太拼啊 可以點拼啊 或者你嘗試拼命的話 在濕地上你最多可以將車打車多少用呢 速度入彎等等 其實要解的單車參賽應該要有答案的 這些問題 所以在特定的位置水馬漏水其實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你不需要去長期觀察條路 你已經知道那裡有了 譬如香港這麼小 其實大部分你操練的路上面 譬如有一個坑的話你都會知道的 相對上其實如果你去外地比賽的話 賽到九成都是你第一次踏的 其實條路幾時濕啊幾時凳啊幾時轉彎啊 哪個位是盲彎啊哪個位是急彎啊 你是完全沒有機會預先知道的 所以水馬漏水就不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啦 譬如你說剛剛片出彎的這個位置 其實有沙的有石的 其實我看就好像沒有太多的人在那裡出意外啦 那其實答案就已經告訴大家啦 大家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不會特地去這些位置 take risk啦 會知道有沙的話那單車不可以劈這麼快啦 不可以在沙上面走那麼斜啦等等啦 令到你可以安全地進出這些賽道上不同的segment 那希望解答到你的問題啦 那怎樣避免炒車呢 就比較複雜一些的 除了閱讀賽道之外啦 其實最容易發生意外呢 就是一班人在group裡面踩著 當你的人呢 譬如好像現在片主啦 可能幾十瓦至八零瓦這樣踩著一個 相對上高了都去到四字頭的速度啦 其實那個人是最容易因為放鬆啦 而因為鬆懈出錯誤的 那所以反而怎樣避免炒車呢 就是你閱讀多些周邊的對手 究竟他集不集中啦 究竟他的走線啊 的習慣啊 會不會很進取啦 你嘗試譬如見到 這裡有個壓喔 我放不放進去好啊 等等這些呢 全部都是你要在比賽裡面 即使不是踩得很快 你不是很辛苦的時候 要不斷地去計算 而避免自己的危險因素 越來越高的一個計算的科學來的 所以簡單來說啦 比賽裡面打醒十二分精神啦 平時練習的時候 多些去做這些計算 跟其他單車啊 車手啊的距離啦 當然踩得越近越好啦 當然有觸控你都不會影響到 你的單車的行進路徑就最好啦 那如果真是 嘩很不幸喔 搭輪喔 或者前面的人炒車喔 那地面炒車呢 就跟控車有關啦 跟你即時的反應有關係啦 那第一時間呢 我們不是先殺車的 第一時間呢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先殺車的 那兩件事來的 那當然啦 那你如果可以走左邊 或者右邊 或者原來你正前方 是wide open 可以走得到的 那就選了這些 不影響到人 又有空檔 令到自己安全 繼續到比賽的位置去走先啦 那再其次就是 咦真是沒有位置走啦 怎樣可以叫做 柔和地將單車減速 而你自己的傷害降到最低啦 那這些就是 避免炒車 或者我想你的問題 是想避免落地或者受傷啦 那這些都是一些小技巧啦 那主要都是打醒十二分精神 各位在踩比賽 或者平時on road練車的時候 然後呢 不過我都有一個選擇的 就好像呢 我們U23的戰術那樣 王教練那樣 篩選最少的 和你一起踩單車 那我意外率呢 就降低啦 那呢 就可以避免到炒車 那這個真的要 高手才可能 發揮到的戰術啦 所以 是的 大家都可以努力一點的 勤力練車 勤力練車 你就可以有這個技能 你想篩選啦 你想選誰走 你都可以 那時候 你有沒有誰不喜歡啊 你想選他都可以啊 你有能力的時候 但我不是不喜歡他們啊 記住啊 我不是有心啊 就是我是為了比賽而選擇這個方案 How to be mean 喜歡他們 Toto is mean 贏了是差不多的 Toto is not mine 和在座那麼多 都是朋友啦 沒有標 那在快速地說一下 這個Open 或者Man Elite 發生什麼事之前 我看到Instagram的直播 以及Youtube的直播 都再沒有新的問題了 那如果再沒有新的問題 Input的話 我們答完這個留言的Q&A 我們就會在答完之後 結束這個Live 那如果你想到有什麼問題想了解 想問的話 就現在打出來啦 那OK 那講一講Open Open的 等一等 去Live Open的比賽 其實大同小二的 和U23 那賽前有什麼策略呢 我們不講比賽前怎麼準備 比如我們講比賽當一天 早上有什麼戰術想執行 那非常之簡單的是 我們會首先 知道有什麼人出賽先啦 隊友出賽啦 對手出賽啦 那本地賽的好處就是 你會非常之熟悉 對手或者一些有隊的車友 好 究竟大家的特性在哪裏 哪一個是有能力的車手 哪一個是你最大的對手 在這場比賽裏面 那這些在我們本地的比賽裏面 是最容易知道的 那所以賽前 我們首先有一份list啦 對著出賽表 你會選擇了究竟誰誰誰誰 是這場比賽裏面的 我們叫做主要對手啦 那你當他是大魔王啦 那最簡單的 先選擇了香港隊的人名出來先啦 那比賽裏面有三個香港隊的 還有現役的代表隊成員啦 那跟著還有一些平時在業餘賽場 比較上活躍啦 或者獲得獎的對手啦 那譬如盧俊傑啊 Alex 曹卓鋒啊 Luca 譚 浩南 還有 Kevin 吳詠 那等等啦 那如果miss了你呢 不是我忘了你啦 現在太忙了 我真的很忙 是啦 是啦 那Open呢 Open呢 大致上是這樣啦 那當中呢 會涉及到一些複雜的情況 就是譬如 可能OSSA的單車隊 單車會是比較多人去參賽的 那剛剛提到的 譬如Luca啊 KF啊 這些車手啦 那要計算他的團隊會幫他啦 那所以 就會變成比賽裏面 究竟這一邊的勢力有多少 那譬如香港隊有三個人 但其實他們只有三個人而已 他們沒有其他人去幫他們的 那等等啦 那做好了這個賽前叫做小小的複合啦 比賽將會在大約什麼水平 或者是跟哪幾個主要對手去競爭啦 那有了一個目標啦 方向之後啦 一定是制定一個怎樣令到你的團隊贏的計劃的啦 那要贏的 贏一張比賽就有很多方式的 尤其是一場一百二十公里的繞圈賽啦 那一百二十公里裏面可以有很多事發生啦 就算你平時見到可能是最 最 踩得最快 踩得最大力 或者其他分站可能有贏過的人 但是因為平時的比賽是沒有那麼長距離的 那所以 有機會因為補給問題啦 平時訓練習性的問題啦 它影響他們在一個 完全不同的race profile上面的發揮 那所以呢 賽前呢其實我們的計劃呢 就有主要的方針啦 但是也都有很多可行的小方針的 那當中包括啦 我們賽前呢 預計到其實比賽很大機會是小集團的去翻終點的 但是這個小集團究竟有多小呢 剛剛包括我們講的所有車手都有可能在一邊啦 我們自己隊的譬如我啦 Luke Chambers啦 溫總啦 Michael啦 阿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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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Jason啦 其實基本上我們全隊都有能力出現在這個 原賽的小組裏面的 那當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存在在這個小組裏面呢 但是剛才當然是 那我衝刺能力最好的 萬一這個小組要輪落到去衝刺去決勝的話 那當然是所有隊友盡可能這樣去排好位幫我去衝刺啦 去衝刺啦 那但是更加多的狀況呢就是 當大家都入了這個小集團啦 大家都開始互相抹死 譬如好像蒲江村這樣 我盯著仇多明 仇多明又抹著我這樣 那結果就會被譬如 那在長距離的公路賽呢 這個情況是更加容易發生的 那所以你看平時溫中 溫中好像不夠正永遠衝喔 那但是在一場公路賽裏面呢 它需要的不一定是那絕對的衝刺能力 它只需要十秒鐘 大家你眼看我眼這樣 那大家開始比拼的 只不過是它有幾熟悉那條賽道 和當日的發揮啦 那所以除了溫中之外啦 其實Michael啦阿炮啦小追神啦等等的隊員呢 其實它們贏面是一樣的 只要它們存在在這個break away裡面 那反而就會變了說 原來當一個break away成團了之後呢 如果我存在在裡面 其實我的贏面是小了的 因為那些對手更加容易去抹著 它最衝得它最危險 所以抹著它就可以了 那所以賽前的策略呢 就是盡量在比賽的頭半段啦 可能頭三分一啦 那8月公里的比賽呢 普遍都會是43以上的均速完成啦 那所以預計的原賽時間 就是2個小時9個小時到3個小時左右啦 那3個小時我們最想的就是 頭一個小時大家的消耗越低越好的 那所以賽前的策略就是 但是頭一個小時只要主要的對手 不是全時投入去做一個突圍的話 我們就不會參與任何的比賽裡面的競技 包括一些拉扯啦 一些突圍的嘗試啦 我們是盡可能越少越好的做得 那純粹去踩一個叫做平均一點啦 的速度啦 和一個輸出啦 去盡量令到比賽是 仍然是叫做一體的 就是沒有人的特圍圈 大家仍然是一個 拼圍圈的形式去行進啦 那去到… 對啦 所以賽前的戰術主要都是這樣 那有問題就不明白的話 就可以留言問啦 那我們就繼續run下去啦 那到比賽的頭一個小時啦 就如我們事前的計算差不多的 那我們大部份的隊員都沒有太多的消耗 在比賽裡面 那試過有零星的attack啦 例如有隊盧總結啦 有Luca啦 有David啦 剛才後來的David 對不起 有力的競爭對手 David D 大家小心 那等等 都有嘗試過一些拉得比較遠 或者維持得比較久的一些零星特圍 是啦 那到溫總啦 溫總說一下 之後發生了些甚麼事先啦 之後那就 大概去到五十幾K的時候啦 我就覺得 再這樣維持下去呢 就應該都幾悶的 還有那個集團就可能會踢到 八十幾公里才會進行走斜 但是我們賽前的評估就是 但是呢 當距離終點的距離越短呢 我們的贏面就越來越小 那我就決定了 我六十公里 即是賽事的一半呢 就嘗試做一個attack 看一下一些潛在的對手 例如香港隊啊 和一些比較厲害的香港的選手啦 他會不會跟上啦 那我發現原來沒有人跟我的 那就是我的 即是沒有人騙我的情況下 那我就繼續試一下 看有沒有引到一些人出來 結果 我們隊的隊長 謝文天先生呢 就做了一個counter attack 那麼呢 他是一個很注目的車手 他一做事呢 誰人都知道 一定要跟的 不跟就玩完的了 那麼呢 那些人就跟了下去 然後就開始這個 這個man elite的比賽 就正式開始了 那就去到關鍵位 大約七十公里左右 就香港隊的劉韻佑呢 就做了一個很快的attack 那這個 我是第一個 意識到這個應該是一個勝負的關鍵 那我就跟了上去啦 那我後面就有啊 Alex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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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趕快 一眾的車斗也跟著 那麼我發現我的能力呢 就有限 就鎖不到惹佑這一個列車 那麼就 就 阿騙就好處意識到 上了去 那麼這就 整個比賽裡面就是 最後就是 下方是三個香港隊啦 我們隊的都是Chamber 和冠 阿騙 Tandhole 和這個 比利 和江建偉 在這個brillard way裡面 就這樣踩完 當刻其實如果有看過Alex Alex有拍到一條on board的片 應該一個多小時左右 就是溫總剛剛講的時間點 那個位置就是他講的一個時刻 劉穩佑去進攻 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導致比賽發生了變化 跟著就有他剛剛數的那幾個人 形成了一個特為小組 直到比賽完結 當刻比較關鍵的位置 其實就是比賽的主要對手 三個香港隊 以及一些本地比較上有實力的車手 究竟他們當時的位置在哪裏 我們做的計算非常之簡單 只要大組即Patterton裏面 沒有了香港隊的車手 比賽就已經開始了 如果你不再在他們前面的Break away group 其實你就贏的機會是零 我做的事情就很簡單 等到最後一個香港隊 就是Charles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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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Bridge over就用了40秒左右 其實你見到火數不會特別高 但是因為本身車群走得很快 前面前面的特為小組走得很快 前面的特為小組走得很快 所以這40秒左右大概差不多 踏到時速60了 這個理論上已經是特為小組的尾班車 但是其實Alex的片裏面 我們會見到後追上來的還有Billy Billy Wong我五重人 他是以一個更加低一點的Vinus 去Break over到這個group 所以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有更加多的車手 有能力去踏到這個Break away group Anyways Billy就是最後一個追到上來的 這個Break away group的車手 其實這個Break away group 三位香港隊我和Chambers 跟著就是盧俊傑 Ken Ho 張靜偉和Billy Wong 就已經盛行的了 當中比較上我們叫做underpower 或者參與率比較低的有Ken Ho 和Billy 其實Billy都很積極參與 只不過他可能追上來已經消耗很多 還有他當天的早上已經完成了一個 master組別的比賽 還拿了第二名 所以會明顯地參與上的強度 或者時間比較短 當中譬如格仔 張靜偉 其實他參與率是跟我們一樣的 要想到他可能是這個group 已經是年紀最大的運動員 所以必須要respect他 最後也拿到第四名的成績 因為Luke其實是第四個車手過線 但香港的公路錦標賽就不計外籍選手 所以外籍選手就不當是一個成績表上面的人名 所以我們車隊最後就拿到第三名 然後chambers第四 接著就去到大組的原賽 中間大致上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事件 即是當這個投爲小組成行之後 沒有什麼大事件 就除了去到最後的兩個圈 大家開始counter attack 明顯有些主要競爭對手 開始不再參與這個強度的領邪 即是不帶車了不悶位了 大家都意識到是時候要決勝負了 要在現在開始就開始玩這個poker games的遊戲 運運地就是尾爾這個兩個圈的路程 在多次的counter attack隊友的掩護之下 其實我去到一個跟Charles、吳鵬鵬 一個非常之有利的位置 就是我們試過領先到可能三四十秒的差距 當中其實就只有我去負責 在這兩人小組裡領騎的 因為Charles主要的工作就是令到混友 還有另一位前輩高少偉 三個香港隊的隊員 可能三個隊員都是在頒獎台最高的三級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參與這個換位 我也都沒有全力這樣帶他 直至到最後一圈的調頭位置 可能只剩下四五公里 我們嘗試counter attack對手的 那當一刻我們兩個人 即是我和Charles都在抽筋 Charles就走遠了少少 可能他維持多大約三十秒左右 就被後面追回 那我即時就是抽筋到完全踩不動的 那很幸運他們的group 就還有二十秒左右才過了我 那二十秒裡面呢 我就僅僅可以維持到速度 慢慢慢慢追回上去 那到追回上去的時候 其實那個比賽就只剩下三公里左右 那混友在一個斜坡位 做了一個全速的attack 那基本上沒有人可以即時反應得到的了 那我就真的硬著頭皮去嘗試追他 那Charles也硬著頭皮嘗試追我 那局面就輪為三個車手 各有各踩著一個pursuit的方式去翻中點 那混友雖然做了一個很高水準的一個attack 去賺了一個可能差不多接近五十米的一個叫做gap的優勢 但是他之後一直維持著的強度呢 我們三個人踩的都是差不多的 那因為我是沒有預兆得到我將會抽筋 即是整場比賽中的狀態 感覺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所以到我抽筋的時候呢 我已經太持知識 原來我是過度使用了肌肉啦 那所以我一路追的時候呢 就盡量避免再次抽筋啦 那一路都追不到混友啦 但是有拉近度啦 慢慢將他追到可能到五秒內的差距啦 那基本上呢 在最後一個有流水水馬的那個彎 即是最後一個U-turn啦 上橋之前啦 在那個彎道裡面呢 其實我們三個車手都是在同一隻彎道的 那劉混友是出彎的 跟著我就入彎啦 然後Charles就剛剛進入入彎前的方法線 那到出彎的狀況啦 那因為是一個上斜啦 那而我又抽筋的情況 我亦都不敢去練這麼發力啦 那Charles就在出彎的時候 剛剛好跟著了我啦 然後超越了我 那我看到後面原來是Chamberts 已經追到我們啦 那我就索性再踩慢一點點 等他帶我去嘗試沖線的時候 拿到第二名啦 那去到最後可能二百米啦 那Luke Chambers也都示意 我真是完成這個領騎工作啦 這個也都完完啦 那我跟Charles都不能站起來衝的啦 因為大家都抽筋 那純粹真是一個snow motion的 鬥大力的而已 那拉鋸了大概十幾秒左右啦 那他就在上斜的位置呢 他就站得起身 我就站不到起身 那在終點上呢 他就贏我大概半個車位啦 那我最後就拿到第三名啦 那Luke就緊隨其後拿到第四 那基本上open的比賽 他就在前段的爭奪 就是這樣完成了啦 那還有沒有人明白 或者想知道一些再細節一點的東西啦 如果沒有我們就開始回答在Q&A 就知道一些問題啦 好了 好了 有問題就快點現在留言啦 去問啦 我們不讀留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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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個案問題啦 對啦 可以找一個個人來問的 對啦 個人問題就自己問一下啦 自己崇拜一下養務一下啦 對啦 那些比較general的問題先開始啦 如何安排自己訓練的schedule 那就是 I'm Anthony Leung 對啦 Anthony的問題 那訓練的schedule 因為大家都不是一個全職的單車手 非常之難去安排十五個鐘 或者十個鐘以上的訓練的時間表啦 那最簡單就是 星期六日盡量在不影響家人 老婆 子女的情況下 安排 早上可能做多些踩踏的時數啦 不一定要高強度的 但是盡量踩多些單車啦 那最簡單的訓練邏輯呢 如果你每個星期 六個鐘的訓練都做不到呢 你想要有明顯的進步呢 就會比較難啦 那所以盡可能呢 或者維持訓練量是六個鐘以上啦 最理想就是去到十個鐘左右啦 那日常的訓練啦 我就會建議啦 可以的話 盡可能將自己有強度的訓練啦 擺在每一天的開始啦 即是早一點點起床 早一點起床 當然要早一點睡啦 那盡量在上學啦 或者上班之前啦 踩機也好 踩街也好 去完成了你的訓練的schedule啦 那最好就是 將強度的時數擺在這裏 那有個好處的就是 神組做這件事呢 因為大部分的比賽都是神組開始的啦 那你會更加容易在比賽裏面 找得回那個出力法力的節奏啦 不需要特地去適應啦 那其次就是 香港的早上比較小車啦 容易些遷就得到你要踩的強度 和速度 那是啦 那盡可能在自己的餐單啦 飲食啦 和睡眠的schedule上呢 安排得穩定一點點啦 如果真的身體很累啊 睡不夠的話 就千萬不要強行做強度的訓練 記住 休息都是訓練的一步法 很重要的 我專業的 半關節睡出來的 休息真是很重要的 即是呢 你自己上youtube看啦 有支援親手教你 睡八至十個小時嘛 我安排得很好啊 我每天都有八至十個小時的睡眠 千萬不要睡不夠啊 那 那分裂的問題 看看有沒有類似的問題啊 分裂的嗎 分裂的嗎 分裂的我也有不少啊 怎樣分析啊 怎樣分析啊 怎樣分析 是自己是在什麼位置 Haisling 而去問的 那 還有幾滴水呢 不知道是什麼位置 那些是湯水 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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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 我不知道你這個問題 是 不知道你這個問題 是general 你是怎樣分析自己是 在一個 在一個 在一個比賽圈子裡面 是一個什麼位置啊 在一個車隊裡面 是什麼位置啊 在什麼位置啊 Google back right 你在比賽裡面 是什麼位置啊 你去比賽的時候 自己是什麼位置啊 我想我應該都是問 他應該屬於一個 什麼類型的車手啊 我想他應該是 這樣 應該是這樣 想表達出來的 是不是 我們回答兩個方向 溫總就回答 解答 你是一個什麼類型的車手 我就解答 他 比賽裡面是什麼位置 那 其實 怎樣分析自己是一個 什麼的選手 都是離不開你的 衝刺能力啊 你的爬波能力啊 你的抗雨孫能力啊 你的有氧能力啊 當然又去到哪裡 而選擇你自己有什麼崗位 就是好像例如我這樣 衝刺能力和爬波能力 是比較差的 但有氧能力 比較出色的 可能會做一些帶車啊 一些supporting的崗位 在一隊隊裡面 那如果一些人可以衝到 很大隻的 衝到1,67翁的 肯定不用說了 肯定是衝刺的手來的 那至於你看到 黃教練這些 那麼瘦 那麼輕的選手呢 就不用問 九成都是爬山的了 那可以針對著爬山來練 那抗雨孫能力呢 高的人呢 可能在一些Morning路 例如大埔舊路啊 綠頸啊 那些人比較勁的那些呢 就可以試一下在斜路那裡 做一下attack啊 做一下一些 擾亂敵人的 電術的一個工作方位 那我就 姑且當你是問這個 比賽裡面在什麼位置 那就是 我猜啦 就是你在戰術上 你的位置是 有理沒有理 有沒有機會拿到冠軍 或者你的位置是 好還是差 那去解答 那現在你在比賽裡面的位置 就是起點後四百米 那 那你主要要判斷的就是 那這場比賽最簡單的 就是前面有break away的人 你在主集團 後面脫了 脫了的人就不用討論了 完了的了 比賽 那 當你在一個大集團裡面 你這個位置叫好還是不好呢 其實就很取決於 在break away裡面的人 究竟他是什麼選手 例如剛才說到 奧噸裡面主要的競爭對手 全部都去了break away 那基本上 但Pedleton怎樣追怎樣說都好 都沒有辦法去參與得到前面的競爭 因為 所有能力高的選手都去了前面 那情況就會有點像 我們平時看 Eurosport上面比賽的 一些Spring Classic 最大力的人一定是在比賽的最後出現在最前的 那如果你看到主要的競爭對手 那我不肯定問這條問題的haze 靈異是在哪組 那如果他那組裡面最強的選手已經在break away裡面 而他不在break away裡面 那會造成一個他的位置叫做不好 就是你贏得比賽的可能性十分之低 那一個叫做好的位置就是 你可以在Pedleton的前步 前步就看一條賽道有幾闊 去定義 那如果是錦駁路單線的話 頭五輛車就叫做前步 那如果是天影路呢 三條線任踩的話 其實頭二十輛車都非常穩陣的 那當你是這個Pedleton的前步 而你是可以觀察到前面發生的大小事 這個就叫做一個好的位置 那當中也包括你是不需要做領騎的工作 那我說完這一句之後呢 以後所有比賽裡面 頭五輛車都不會領騎的 那所以呢 比賽裡面有些規矩呢 是要尊重的 任何時候的比賽 Pedleton最頭帶著車的人 都不可以開樓灘的 這個是基本的比賽的文化啦 或者規則啦 潛規則啦 那是什麼意思呢 天影路是一條大平路啦 那可能帶著車的選手 可能踩時速四十五的 萬一真的輪到你要帶車 承接它的速度的話 你是不可以因為你爆氣 或者你自己有什麼狀況 而將這個強度減低的 你可以做什麼呢 真是很爆氣啦 保持時速四十五 踩過了剛剛帶車的那個車手 立刻搖自己的手肘視翼换位 那就等你後面的車手去承接著這個強度 比賽是這樣玩的 你看到所有 譬如橫法啊橫意啊什麼比賽都好 為什麼他們永遠都追得到break away呢 就是因為有這一種潛規則 而令到他們可以計得到 究竟他們要踩多久什麼速度 才能追得到前面的人 如果你是不contribute啦 去這個panleton的place啦 那首先啦 在外國上啦 你是不可以競逐這一場比賽的冠軍的 那這個是前規則啦 而其次啦 就是你是非常之難計算 究竟追不追得回前面的 因為前面的人大四十五 到你搭多少時候 你搭四十 或者你踩到三十八 走車的人其實就constantly這樣 一直維持著高強度 他的高強度啦 可能維持在四十一、四十二的 其實本身你們維持著四十五 就一定追得到他的 但是你們現在又快一下又慢一下 這樣呢 就不知道追不追得到他的了 那所以break away贏車啦 如果在同一個水平之下 贏到的可能性呢 就是因為後面有人貢獻差了 那所以盡可能啦 大家比賽的時候啦 真是去到比賽最前方啦 不論你是不是主將都好 無論你有幾爆氣都好啦 都一定要keep住主集團走緊的節奏 到換了位之後 你知不知自己怎樣 方法休息放鬆 對啦 這個我想有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的 對啦 以當時平時啦 平時比賽 或者在一些泥局裡見到的狀況就 是啦 希望大家會容易一些理解到啦 哦原來比賽是要這樣才可以 可以計得到數 才可以玩得到的比賽的 是啦 那break away也一樣啦 當你們不一定是贏硬的時候啦 那什麼叫不一定贏硬呢 如果去到比賽最後的十公里前呢 大集團都仍然可以看得到你來追的 其實你就不是贏硬的啦 因為只要有幾個人去彈射啊 或者有組織地去追擊啊 其實就非常之容易 就吃了你這些秒叉而已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啦 你的break away小組 不是拿著一個贏硬的優勢之下啦 其實你是任何時刻都應該 跟你同行的對手或者隊友夾住 究竟我們要踩一個 維持著一個什麼的速度強度 去繼續踩這個break away的 那譬如啊 按Mutri為例啦 公開組成行的頭十分鐘啦 其實我們是有互相夾過討論過的 喂我們一直keep著 那就是6W 即是多少呢 可能350啦 可能是360啦 那劉韩又重些可能是400啦 那大家維持著大約這樣的Watt數 對應到的速度可能就是48 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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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 那麽差不多啦 去一直keep著踩十分鐘 到那個秒叉穩定些啦 才有共識地將群組的速度變慢啦 那要留意的就是 你break away的時候 你的對手並不是你的對手來的 是你的break away未贏之前 你都仍然是要依賴你的對手 跟不跟你合作 才知道大家贏這個比賽的機會率有多多的 那所以這個不知道答不答到 Haisling自己在什麽位置的問題啦 那Anthony Long呢就有回應到他 是不是我們剛才沒答過的問題 是啦 我們應該是在Instagram 答了他的Instagram問的問題 在Youtube就留言說 強度是否就是練interval啦 強度訓練有超級多種的 你只要不是滾車騎車 是需要集中才可以繼續踩單車 你都是在練強度的啦 那interval啦 不同的interval zone3開始啦 4 5 6都純無樣 都是在練強度的 那練的方法有非常之多種啦 你只要用一條山路 均速踩上去 其實已經是在踩強度的啦 那你每一天都這樣踩 其實你已經在某一個範疇 不斷地進步了 那當然啦 你想有系統地去進步的話 就會有更加多不同的貨標啦 譬如是一些不同秒數組成的interval啊 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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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什麼強度 安什麼強度 中次的話呢 就用一些什麼 譬如健身啊 譬如一些 core workers 去怎樣輔助自己有更加大的輸出 或者達到更加快的速度 去做一個叫做強度的訓練 所以interval是強度的一種 但是不是強度的全部啦 那希望再次回答你啦 那繼續回答 有人問過的問題 哪一天 首先有什麼策略 為什麼這麼麻煩 回答去問有沒有啦 去問那個極輝 去問吧 去問啦 香港還有在現場呢 他呢 問什麼時候 才應該在比賽裡面放棄 那我想呢 其實 觀眾應該都回答到他的 那 千萬不要看他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有這樣的學員 我們應該是沒有教過這件事的 所以他就問了 對啦 如果你還在比賽的場上 你是沒有放棄的機會的 那你什麼時候應該放棄呢 我們有想過的 當我裁判叫你放棄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棄了 又或者啊 你身體不舒服啊 病啊開始 中暑啊 是 哮喘啊這些 那你真的可以放棄 是 是 踩一下 檢查到兩件 你都可以放棄的 那一個是好些事情 你不要傳染到其他 是啊 是啊 就是 盡量啊 你參加了比賽 第一目標啦 在比賽未叫做增冠的階段結束之前 你的第一目標應該都是怎樣 令你或者你的團隊去奪冠的 是的 記住啊 任何比賽 你不要參賽是為了拿頭十名這樣 這樣 你不會贏到的 是的 那麼 到個比賽真的有其他人 哇 沒來攻那麼遠了走到 但是你可以繼續比賽 那那些呢 就不是叫放棄的 你可以繼續在這個叫做落後集團 或者有時候Peloton都是一個落後集團 就是一個沒有名次的 或者名次並沒有獎或者獎金的一個位置 那其實以我來說 我就 怎樣都會去衝的 怎樣都會向著一個更加好的名次去進發 其實因為有很多的比賽啦 他們的獎金啦 或者排名啦 都會換算做獎金啦 是一路都去到可能頭五十名都有的 那香港沒有的 那但是 理論上啦 你任何時候都不放棄 就不會有一個放棄的習慣的了 那所以 你或者你的團隊在比賽裡面 是應該無時無刻都向著 當刻可能的最佳成績去繼續比賽的 那這個就是 比賽的基本原則啦 那如果你在比賽裡面出現放棄的念頭呢 那你就 我建議呢 找一下 隊友 給更多正能量 例如好像黃教練 給更多正能量的領隊 繼續踩起來 但是領隊就很不互好 就是選擇了第二個方式 給更多正能量 為何要成立這個會 Francis.yo.3 文的 其實直播的頭段有講到大家成立的目標 大家繼續營運下去的目標都非常之類似的 就純粹是想在香港體育學院以外 就是加入香港隊以外 去提供一個平台給大家嘗試去成為職業單車手 或者以踩單車作為職業 那未必是職業單車手的 你送deliver rule 如果你踩得快一樣可以賺多點錢的 是啊 如果你是靠踩單車而賺得到錢維生的話 其實你已經是一個fulltime的cyclus來的了 那奸在你究竟是以比賽獎金謀生 還是以周邊的不同 比如帶單車團 整單車 或者是教人踩單車等等等等 全部都有做的 歡迎光臨 那麼 是啦 沒有送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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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想在踩單車上面完成到達成得到的目標 更加容易啦 那所以暫時這個會呢 就純粹是一個平台給大家去夢想進發的 那千萬不要將你的夢想設定加入發握 或者加入發握的race team 這個夢想是非常之容易達成的 所以千萬不要將目標定得太過低 那麼現在這個會的方針呢 就是幫助一些年輕也好 總之有理想的車手去繼續達成 就是踩單車騎行上的一個目標 那麼大部份的人都是想成為職業車手的啦 一些18、22億的單車手啦 那麼其實你一天不試一天都不知道的 譬如我們的前輩可能楊英漢啦 胡健身啦等等啦 全部都是可以靠自己素人訓練方式 去達至到一個職業車手的旅程的 那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已經是太遲起步啦 那麼啊 對了 達阿這個會啦 現在的風針就回答了啦 那麼啊 對了 還想了解達阿些什麼呢 就繼續問啦 留言 答了一個Instagram的問題先 啊 Timber 嗯 Hello 你好啊 那麼就問啦 比賽完之後有什麼方法可以recovery啊 那都是離不開拉一下筋啊 喝一下一些酵甜啊 這樣就睡足覺啊 是一個很好的recovery 最好的睡多一點 吃多一點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recovery方面啊 阿黃教練有沒有那些 有些心疾啊 首先啊 一定要拉筋啊 因為年輕啊 就算你多少歲都好啊 拉筋是很重要的 在recovery 之後 離不開喝多點水啊 喝多點水真的有用的 經過認定啊 喝多點水是有用的 我們叫這個簡稱做洗腎的過程 多喝多喝水啊 現在健常觀眾都喝水好了 健常喝水多看上去 然後就有 如果幾累都好啦 盡可能拿單車出去滾一下也好 做不到強度都動一下腳也好 這就是我三個的recovery要決啦 最新的留言 達克斯澳洲兔仔 即是Anson Anson在澳洲問 長距離的公路賽排位次序 怎樣對自己最有利啊 阿富瑋 我個人就在頭八至十輛車 即是前段啦 即是二十輛車之內 又可以叫做 這樣就一來安全一點 二來就可以很容易閱讀到 整個比賽了 究竟在做什麼啊 你會怎樣 很容易有應對反應 還有呢 最重要就是安全啦 即是你都在二十輛車以外 即是你有十九輛在你面前 其實很難會有意外發生的 多數單車比賽的意外 都是在中後群 那些人鬆懈啊 太舒服啊 掛著聊天啊 不知道做什麼啊 這些會發生意外的 除了靠出彎入彎的反應之外 有什麼方法可以保持優勢啊 那黃教練你有什麼看法啊 保持優勢啊 比賽途中啦 保持思考啦 即是如果你的群組發生什麼突變啊 例如有人想攻擊啊 或者你預先去思考一下 洞識一下你對手的行為先 或者你認一下自己 我在這個優勢上面 看完我來後面的Panetor有多少秒啊 你這些知道了先啦 那怎樣還可以保持自己的優勢啊 最重要就是想好啊 自己想多些 總之在比賽 讀多些比賽啦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不會閱讀比賽呢 前面那個人做什麼 你跟著做呢 就都沒有怎麼錯的啦 除非前面那個人 都是原來不會的 那就難一點啦 那不知道解不解答到你的問題 那如果保持著優勢 那我覺得練足些車是重要一點的 就是你要知道 這個腎力是可以有真標的潛在能力 那你才可以想到有什麼優勢 即是如果你一開始這樣吊帶 那其實不用想那麼多東西的 其實 是啦 可以找一下香吻想想怎樣放棄啦 哈哈哈哈 那好 我們回應一下IG的回應 阿Victor Hey啊 What's that by the normal? Hi 嗯... 對啦 失敗了 阿昇仔有問題 哦 不知道啊 鄭甲 鄭... 我們的鄭隊長有沒有發生過 沒有就沒有發生過啦 就是衝刺放屁梅化了的 那就沒試過啦 好像是你放屁梅化了 在物理學上應該會 你只不過有動氣就會推動那個人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快了多少你會知道 快就快了 這個在物理學上我估計應該會快了 你多了我的動力嘛 在這邊退了上去 衝刺前放屁梅化了 我知道會令你衝刺好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回答一下Etherpain Inbox的問題啦 那... Sam... S-A-M-U-E-L-L 我不確定了怎麼讀 Samuel... Samuel... Under4000 他就問了一個頗為有用的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給一些advice 本身是數人 但是想參加比賽 而參加比賽是想以拿獎為目標的車手 好... 接著第二個就是如何加入成為advice的選手 有很多人都問怎樣可以入隊啦 如果剛剛踩單車 怎樣加入advice 有什麼水準才可以跟著advice練車啦 等等啦... 那我們回答S-A-M-U-E-L-L Underscore000的問題先啦 那...本身是數人想參加比賽呢 其實... 數人和... 什麼叫不是數人 當你說有車隊就不是數人啦 或者... 長期參賽的 長期參賽的就不是數人啦 那就是你將數人和賽仔分了兩類啦 那如果本身是沒參賽過 或者是完全沒有其他人去幫助你日常訓練的 那我就叫做數人啦 那其實... 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 平時的訓練呢 九成的時間呢 你都是自己練自己的東西的 即使你跟隊友一起練車啦 其實都做了一個program啦 我們叫就是剛才所說的強盜訓練的時候啦 其實你都不會理你的隊友在哪裡的 當真是去到要你隊友的位置 或者要一起完成的訓練的時候呢 你已經有一個團隊啦 這個團隊練的東西很可能是一些跟衝刺有關啊 或者一些快速換位上的練習啦 或者一些比賽上比較practical的團隊戰術啦 那記住呢 團隊戰術不一定可以令到你贏的 那只要你本身練習的quality啦 和 quantity啦夠多的話啦 那其實... 嗯... 鋪排好 剛才說過怎樣去鋪排一個訓練的schedule啦 訓練的schedule裡面有些什麼contents啦 這才是最重要的啊 就是... 你有幾投入你的訓練啦 你在訓練裡面 投入多少啦 亦都是一個你可以在比賽水平啦 可以達到什麼高度的一些要素啦 那還有一些advice啦 除了訓練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極集中去做訓練 踩鋪排到完美啦 一格格完美地踩出來 拿到勝啦 對啦 拿到所有的勝啦 不等於你認識得比賽啦 記住啊 你踩到和我一模一樣的數據 甚至你踩到和world tour級別的人一模一樣的數據 你都不等於你贏得到的比賽啦 那world tour的水平的車手呢 在世界上有很多的 但是你永遠只會見到那一班人在比賽的 那些就是認識和不認識比賽啦 那這個是戰術上的運用配合啦 團隊戰術上的理解有多少啦 那可以去分得到你究竟在比賽裡面 能不能拿到獎的 參加比賽非常容易 完成比賽和比賽裡面競技都非常之容易 拿獎呢是必須要多些去學啦 理解啦 究竟單車功勞賽是怎樣去玩的 那跟你看人竹象棋一樣啦 跟你看其他比賽的戰術一樣啦 那盡可能去想多些 學多些 或者問多些都可以的 戰術才是令到你贏比賽的關鍵 體能只是入場卷和輔助而已 那是啦 說到怎樣加入達額啦 那剛才沒有說到的 就是今時今日的達額啦 其實有很多範疇的 首先最簡單的就是我們現在直播的 這個Clubhouse啦 那其實是用一些收入資源來營運的 那除了整車之外啦 大部份都是教班啦 那教班呢其實就是 車隊裡面一些比較年輕啊 年輕的學員啦 未達到精英級別的比賽能力 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的話 那我們一個星期有三四天去上課 去學這些內容的 那這個學費上就會支援 這個Clubhouse的營運啦 這個車隊的營運啦 那等等的 那入隊和加入訓練和跟操 全部的答案都是一樣啦 最好就是課金加入訓練班啦 因為你課了金我就必須要take care你啦 那我知道你有什麼問題啦 或者你踩踏上有什麼技巧啊 我的工作就是令到你改善它啦 那如果你認為自己已經有競賽級別 或者贏比賽級別的能力 可以直接自戰的 那來我們的星期六的青衣圈啦 那我們會做比賽強度的涉獵啦 那如果你真的有這個水準呢 我們是會主動邀請你加入我們車隊的 那目前就 譬如Luke Chambers 就是後面這個分類啦 如何加入Luke Chambers 因為他快因為特別的 因為他對比賽 和比賽訓練的周邊的知識 是極其豐富啦 那就毫無懸念地 就可以成為race team的車手啦 那應該就可以答得到大部分的入隊 或者更粗的問題啦 那最新的問題就是Cloudy Attempt 就是我想問如果我剛剛會踩單車 Dark Arts有沒有能力將我訓練到有參賽水準 那問題呢就是100%yes的 因為呢參賽水準呢 就非常之容易的 足夠的體能 足夠的技術 不炒車 在比賽裡面怎樣走位 你已經有足夠的水準完成一場比賽了 那麼當中有可能的變數是什麼呢 踩單車和做健身不同的 做健身你只要舉起一塊鐵 你一定練得到肌肉的 踩單車你就算踩緊都好啦 你不集中的話呢 你是練不到那個強度的 那你就永遠都去不到你比賽的時候 然後需要涉獵到的強度的 所以前提就非常簡單啦 只要你投入得夠多的精神啦 時間去練車啦 在短時間內其實都已經很容易訓練到有參賽的水平 那這個就千萬不要理那些人說什麼 哇你天分不夠啊 你天生就不是踩單車的 是沒有這件事的 只要是肯給時間訓練的話呢 大部份的人在本地賽一定沒有問題的 這就是我講的 OK 接著 來吧 這群人的問題 這群人的問題 是 Live Youtube 喂 21歲 還想做Pro 是不是沒有什麼可憐 21歲來講呢 讓我先出場 哦 OK的 21歲來講呢 還有可能成為Pro 那知道你夠勤的 還有 有足夠的 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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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HR 在YouTube上剛剛問的 在這個chat box上 就問 21歲還想做到Pro 是不是沒有什麼可能 那我自己回答你啦 我今年29歲啦 29歲只要踩到 還可以對表到他們這些職業車手的能力啦 然後你證明到你自己懂得比賽啦 沒有說做不到Pro的 不過你想做到什麼水平的Pro 就要投入多少資源啦 跟著其次就是你花多少時間在外面的比賽上認識不同的人物啦 證明到你自己有競賽的能力啦 從而令到自己成為職業單車手的 那所以沒有說沒有可能的 我第一張真的踩單車賺食的合約呢 都25歲 24-25歲才有啦 那如果你說想成為歐洲的Pro呢 21歲啦 或者再大年紀一點點啦 是遲了一點點 但是不是遲的 譬如英國有非常出名的選手啦 Alex Richardson 26歲才開始這樣訓練 27歲才遲了自己的工作去全職訓練的 那他入過三隊continental team啦 現在簡直變成一個individual的選手 你不知他是誰呢 非常之簡單啦 Mark Cavendish大家都知道是誰啦 踩單車的人 剛剛贏了的英國國家錦標賽啦 拿第二個人就是剛剛說的Alex Richardson啦 他是贏了英國境內除了Mark Cavendish以外的所有職業選手啦 所以不遲啦 那個人現在都31歲啦應該 所以千萬不要說自己遲 IG那邊的Sinclair剛剛問了一樣的問題啦 那個人是31歲啦 不遲啦 對啦 跟著 到 還有什麼新問題 對啦 是籃呢 啊 那拉法,TSS要练多少,转弯出弯踩多少秒, 哪里是弗踩多少秒, 这些我们就不回答得那么详细了, 在这个讲香港禁标赛的live chat, 那我们休息三十秒,休息两分钟, 休息两分钟,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想问现在在场的Dart Cycling的成员, 就在YouTube的live chat, 或者IG的live留言, 那不然呢, 就我们十一点前, 就会结冲这个live了, 即时多了很多问题, 如何判断自己要不要sharebreak away, 我会在lian__villiam, 刚才有稍微提过一下, 就是break away里面有什么的成员, 这个1种可能会解答得更详细一点, 首先呢, 就阅读一下赛前有什么潜在对手, 而你认知的号码, 他走, 好, 那你知道的, 就一定要追,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 就决定break away的人数是取决多少人, 那其实, 我个人, 就觉得三至四个人都可以不用追, 那可能导致七个人以上, 那就真的要追, 那是啦, 不知道答不答到你判断, 但是, 那尽可能当然是, 痴到上就痴, 用最少的体力, 然后, 然后, 得到最大的成果是最好的, 在这个比赛上面, 对啦, 那Sinclair问啦, 怎样在操车赚钱之间, 拿平衡啦, 那这个我想, 那容易些去答的就是, 首先你要找了, 你生活需要多少钱先啦, 跟着你要找的, 当然你踩单车可以赚到多少钱啦, 那两件事是相对的, 因为当你全职踩单车的时候, 理论上, 你应该生活上大部份的支出, 都跟踩单车有关的, 除了, 住啦, 食啦, 那这些你全部都可以, 很基础地计到你大约需要多少钱啦, 那其次, 你需要的, 譬如营养補給啊, 復健啊, 或者是一些, 单车上的消费啦, 譬如你买零件啦, 等等啦, 那, 在这个取捨之间啦, 首先你找到自己需要多少钱, 然后你看一下自己的价值啦, 就是在这个叫做, 比赛生态, 或者是这个, 呃, 功劳单车圈子里面, 你在目前的位置可以赚到多少钱的, 你不一定要成为职业单车手, 我刚才说过啦, 弄单车也好, 带单车团也好, 呃, 呃, 总之你是靠踏单车找到钱, 而不用另外去找一份工啦, 我当这个是, 这个单车为职业的一个归类啦, 那, 主要啦, 我想啦, 踏单车, 任何的职位啦, 除非你真的成为到world tour的选手啦, 不然就算你是pro抗治级别的职业车手啦, 其实你赚的钱都是非常之有限的, 那, 以我为例啦, 同期畢业的所有同学啦, 因为我读的是金融啦, 那, 那, 其实大部份的同学月入都应该超过了四万元的啦, 那, 三十岁左右啦, 在香港找四万元呢, 其实, 一个招牌突过来就乘死机果啦, 那, 所以就不是一些特别多的钱啦, 但是, 在单车圈子里面, 你要找到三万元一个月是极难的, 首先, 如果在香港数一数二的mechanics啦, 你有机会找到这么上下的钱的, 但是, 以我所知, 就非常之少, 应该这只手数了, 那, 其次就是, 就是单车手啦, 如果你不是, 如果在香港来说啦, 我想, 最多钱的一定是, 看医院里面, 拿过成绩的运动员, 那, 那, 在单车手的范畴里面, 他应该是赚得最多钱的, 以我所知啦, 跳庞跳到尽呢, 应该是四万头左右的, 每个月, 但是, 留意, 就是, 你踩到这个世界冠军啦, 的水平啦, 理论上, 你可以去world tour, 或者pro quantity team, 做一些trainee啦, 那, 他们的contract有一个, 底薪的限制, 那, 其实都非常之接近三四万, 这个水平啦, 那, 如果你去到那个point真的, 拿到几万分一个月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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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黄金堡赢了2007年的世界冠冠 他永远都是赚到一个钱的 你是要不断在比赛里面表演得好 你才可以保持你赚的钱是在这个水平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靠体院的运动员合约 而赚到很多钱 那你就必须是真的在这一个 可能是亚洲级别或者是世界级别 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所以你会见到很多 就算是单车以外的体院运动员 譬如张家朗 譬如一些高文慧 他们都会有很多广告商的配合 才令到他们的收入可以对标得到他们的名气 那说完这个赚多少钱的问题 就是赚钱的平衡 其实就是你生活需要多少钱你就满足 那譬如如果你真的想做家庭 或者你想买楼 或者你已经不想过那些 每一餐要看价钱吃东西 駕駛车要看有多少钱有的生活的话 那你很大机会在亚洲 或者在香港 在大陆 在东南亚 这个区域是非常之难 靠踩单车来继续维持你的生计 或者你的理想的 那如果你是可以继续接受得到 目前踩单车赚的钱 那其实你是可以继续下去的话 那你只想想怎样做好些 例如最简单的 如果你是叫踩单车送外卖的话 怎样可以送多几箱单 那就可以赚到那些钱 那这是最简单的例子 不要叫你真的逼下去 那如果你是靠踩单车以外的东西赚钱 那其实相信呢 如果你在香港的打工仔 就算你做老板也好 是非常之大压力的 就算你做老板也好 是非常之大压力的 那呢 操车应该是你发泄的一个途律 所以呢 你并不需要找平衡的 你只需要平衡到一个时间 就是你投放多少工时下去 你放工之后有多累 是不是立刻睡到觉 你睡觉的时数 是不是够你准备递销连车 对啦 刚才说过最好就是 早上练车之后才上班 如果你是打工的话 更加建议你这样做 打工呢 就帮老板赚钱而已 踩单车是为了自己的能力的 所以呢 将自己最fresh的时候 放在自己想做的东西上面 那继续回答IG的问题 突然间有很多问题 真的吗 是啊 那 那 AZCK AZCK 问如何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潜力 例如体质 我觉得 所有东西 人做所有东西都很简单的 先试一下 不要后悔 试了发现 没有这个潜质的 你发现踩单车不是你喜欢的运动 那你可能就去跑步 游泳打野毛球也好 什么都 我觉得什么都试一下 是的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潜质 是的 记住 他说潜质是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和比赛里面的对手去比较 这才是说哪个天赋好些 哪个潜力高些 训练是一定可以令到你去到参赛的水平 所以 前提就是你究竟要用什么方式 如何去安排自己的训练 令到你在比赛里面 竞逐的可能性越高越好 水平越高越好 那 训练呢 非常之简单 真是 每个人肯花时间 肯投入精神 一定可以练到 在香港本地比赛的 竞争水平 是的 好 那 晶仔又问了 不错了 就说想知道阿堅 比赛上面 鼻子黏住了 那是什么 那我等你解答一下 这个鼻子黏住了 这个鼻子黏住了 我答到 那其实那个呢 就是一个那些 叫做 鼻色甜 那就有助这个 呼吸向上一点 那就令到那个 呼吸 比较有效一点 那就比赛的 performance 就会大了 OK 我们去到YouTube 1234abcc 加卡 很简单 很简单 是的 25岁才开始 踏roadbike 想赢香港的比赛 有没有可能 见很多人都十几岁开始了 非常容易回答 有可能 香港最大年纪的open 赢家应该去到43岁 以我所知 不知道 47岁也有的 John Tom 47岁 Paulo应该43岁 是哪些石头 你们说那些鬼佬来的 厉害些 白人大致些 我不知道你们又怎么想的 但是 香港人的话 仇多名 都还在赢本地赛 本地赛 他现在应该39岁 需要 其次 以前 有些少少历史 简冠行 其实都去到 三十六七岁 都仍然是 是在國族香港開啟冠軍的名次 所以想贏香港的比賽是非常容易達成的 如果你肯放心機下去學怎樣比賽 所以25歲才開始踩不遲 最重要是自己找到方法 找不到方法就找我們教你 找我們教你你給錢就可以解決問題 最簡單不用浪費時間繞圈 自己找方法都可以的 嘗試多些不同的訓練方法、方式 找多些比賽技巧的竅門 都可以幫到你快點去到那個水平 所以25歲開始練習只要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30歲前一定可以去得到比賽能力 好 升仔又問了 為什麼那些Handlebar這麼窄 升仔的單車32Handlebar 對 很多問題 取緣於車手個人喜好 我都用32Handlebar 對 摘Handlebar 最大的優勢 就是你很破風 前提就是有沒有一個合適的bike fit 可以令你繼續踩得到你自己的體能上限 如果你換摘了這Handlebar 又頸痛又肩膊痛的話 盡快找一個bike fit解決 去解決 未必一定每個人都踩到極窄的Handlebar 所以非常視乎你身體的柔軟度 身體的關節的結構 所以盡可能找一個bike fit解決 去了解你究竟做不做得到 好 Danny Vivo Ostar的Stanley 就問了 例如 預計90分鐘踩高強度的program 不幸踩到30分鐘就捱不住爆氣 在本身的訓練時間有限的前提下 是不是應該踩肯定自己完成到的program 比較好 如果挑戰自己踩進取program而完成不到 就會浪費了一個program的時間 我們給黃教練解答一下 完成度其實是好死的 訓練其實不一定要拿五星的 五星是代表你完成這個program 很好 不代表什麼的 就像考試一樣 你給你考五分的 有一點點出入的就是 譬如你去一些training peaks 或者一些網上的平台subscribe 剛才sweep都好 拿多少星或者program的完成度 會是那個訓練的最主要的指標 但是呢 真是在real life裡面 其實訓練最基本 最想做得到的東西 就是刺激我們的身體去適應一個 我們想競賽水平的強度 所以如果你達到高強度而完成不到 有很多原因去爆氣的 而亦都有很多爆氣的方法 有時你爆氣到再踩 五十瓦都踩不到 單車不可能再動了 一定要下車了 再踩下去並沒有意思的 因為身體已經受到極限刺激了 你的爆氣已經是不可能在你 不停止運動狀態之下而恢復 再練下去不會令到你變快了 有機會令到你over train 如果你的爆氣是純粹沒有辦法 完成一個指定的power level 或者指定的速度 可能你想百分鐘踩完一個輕功細圈 但是沒有可能繼續 可以去斟酌一下 當時身體的狀態 究竟是純粹強度太高 那一天太累了 休息得不夠 我就會建議任何完成不到的強度 就即時放棄 就是轉回做踩Zone 2、Zone 3這些 對身體符合比較細一點的內容 如果真的調整得好 哇 踩踩踩踩有感覺 突然間沒有了這一種透支 或者是爆酸的感覺 那你可以嘗試重新pick up 剛剛完成不到的內容 那理論上一個好的訓練貨表 一個搶的訓練貨表 應該是每一天都差一點才完成得完的 你如果全部都完成得到 而貨表是沒有令到你突破到 瓶頸口的滴滑 那你就應該必須要改變內容 或者是改變你自己訓練的時候 用的一些指標 包括心跳速度和power 好 還有一些問題 阿俊賢 車隊裡面有沒有強勁高潛質的隊員 我們每一個都很高 每一個人 每一個都很高潛質的 每一個人都很高潛質的 有沒有特別有潛質呢 這就取決於那個隊員有沒有特別投入訓練的 這個我們叫做業餘水平 暫時去到職業水平的隊員就非常之少 業餘水平的話 其實當你的水平 並不是去到一個指標性的級別的話 是談不上講潛質的 所以剛才都解答過了 有什麼其他問題 有一些其他問題可能DN回到 DN回到LASA距離 過根比訓練班 逐個晚上 都可以的 我們不是賣廣告的 好嗎 我們11點了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Live是會繼續的 但我們回答未來5分鐘任何人提出的問題 然後我們解答完結束這個Live 卡洛斯680就問30歲過後是否真的難些再提升FTP 這個是極度不知道出處的謬誤 是的 就絕對不是 我想就算40歲過後 都不難提升FTP 不過記住就是 剛才說過 適合的貨表 可以令到你身體受到的刺激最大化 從而令到你可能想提升FTP 做得到更加好的數據 那麼 跟年紀沒有太大關係 你看General 不知35歲打後 每年可能跌2-3% 但其實是講一個貨表 如果真的每一天或者一個星期 踩到十幾個小時的話 其實它應該是幫你進步 可能以10%計算的水平 那麼當然了 你說我FTP已經500W 怎麼每個10%計算 那就是每個月加550W 那不可能的 那麼 去到終頸位置 很可能會去到一個終頸位 就是哇 真的很難去到world tour級別的水平 比如說我真的練到6W了 6W好像沒辦法再練上去6.2W 6.幾W FTP只是一個指標 你怎麼練其他比賽上可以贏到的一些能力 才是真正幫得到你在比賽中發揮的技巧 所以你FTP樽頸並不代表你可能衝刺速度可以提升 爬山速度可以提升 跟隊友的配合上不同的戰術的執行 例如快速換位 例如lead out 例如在側風陣的時候 這些全部東西都可以靠訓練去提升 所以每個world tour選手都到達了終頸 每個人都是6W就不再上了 那他們叫不叫做南提升FTP呢 所以千萬不要跌入了一個洞 就是你去到終頸然後不再進步 然後想放棄 找多些自己在單車訓練上 譬如所有長柱都練得很好 沒有再進步 那就練多些短柱 我以前都覺得自己爬不到山的 我以前都覺得自己TTP很差的 那TTP我現在香港第三 我現在roll race又可以爬到山 那所以千萬不要讓自己設自己的框框限制 我以為都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就 完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收看 如果還未訂閱就訂閱 當然有20幾個人 多點跟我們的Story互動 或者多點問問題給我們 我們沒有特別衝突的話 都會盡量解答單車兒女的問題 那今天講到這麼多 拜拜 可以 拜拜 是嗎 是嗎 不是啊 你現在來 可以拍到現場觀眾 我 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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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完 我不認識完 不認識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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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